我想現在大家都最擔心的是兩岸之間的問題 例如說我們看到這個M503的航線 過去在馬政府時期 我們至少能夠跟中國大陸去協商 讓他的航線稍微偏離一點點 這個也是雙方在兩岸溝通之下 所展現出來的基本的誠意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賴清德上任以後 中國大陸他調整為本來的M503航線 讓過去馬英九前總統的溝通 現在看起來也因為民進黨的再度執政 看起來失去了效果 我們的政府不斷的強調說會跟大陸來溝通 甚至說不惜一切代價等等比較嚴厲的用語 但是兩岸之間真的能夠有好的溝通嗎 所以我們都很擔心兩岸情況的過程當中 賴清德未來他又是一個沒有拿到過半的總統 所以未來國會的聲音 國會監督的力量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我們希望在國會裡面可以鎖緊政府的螺絲 代替所有的民眾幫大家把關 監督好未來的新政府 優先法案的部分我覺得分幾個 第一個是人民對於過去不斷的有詐欺的事件出現了 已經詐騙的事情出現了 已經非常的憤怒 那所以說未來在詐騙的刑責跟刑度的方面 一定要來提高修正 第二個是選前的時候轟動社會的 所謂的新北的歌喉案 讓大家注意到了青少年事件處理法需要修正的問題 還有很多校園安全需要再把關的 包含是老師的輔導辦法需要再加強的部分 這一點呢我們都要積極努力的來做 所以雖然我們監督政府是全面性的監督 但對於法案的部分呢 有關於人民生活的 關於民生的 關於人民第一線的感受的 那我們應該要優先的來立法推動 你現在總統就要推動 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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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有我們在這個黨團的時候 禮貌性的大家彼此都會打招呼 那我覺得呢我們今天是代表人民來工作的 那而不是說來這個小朋友吵架的 所以未來在黨團裡面 重大的政策 對的事情 對人民做好的事情 不會因人肺炎 而會是人民的需要 我們是為了人民來努力 不是為了我們自己個人來努力 那那你今天會從他身上起種養分 你要看有什麼養分啊 哈哈哈哈 是 請問一下 那是今天韓國瑜的 那是韓國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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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先前呢 在選前的時候來幫我 扶選他就多次的提到說 他認為立法委員呢 應該要是一個大的 音響 或者他用喇叭 就是要為人民發聲 這是立法委員最重要的職責 所以未來到了國會裡面呢 我們也盡可能的 把所有民眾反應的事情 能夠監督政府的地方 那都發揮出來 那尤其是我們對於未來的院長 我現在選舉結果還沒有出來 但我想我們對未來的院長 有很多的期許 比方說過去八年來 立法委員在向行政部門 索取資料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 行政部門用各種的方式 手段推拖拖延 以至於很多的立法委員 在問政的過程當中 都等到新聞性過了 民眾的關注過了之後 才拿到相關的資料 我覺得這一點是行政部門 對立法部門的非常不尊重 身為立法院長跟副院長 應該要盡可能的 替立法委員跟行政部門來協調 加速行政部門提供資料的時間 那讓立法委員更便於替民眾來問政 所以這一點 未來的立法院長跟副院長 那我相信他們肩負了很重要的 跟行政部門溝通 以及提供我們立法委員們 更好的問政服務 過程當中的協商 所以如果說 韓江沛能夠順利的當選的話 那我們當然也會來建議說 未來跟行政部門的溝通 希望他們的速度能夠加快 讓立法委員的職權能夠真正的來為人民來監督政府 我相信大家做到這個立法委員 甚至他過去擔任縣長啊 那不會是說這個用小肚之機長之心 然後來看過去所有的事情 那我自己呢也是問政歸問政 私人歸私人 所以今天我們是代表人民站在立法院的 而不是代表許草新自己一個人站在立法院 所以所有能夠推動福國立民的事情 我們都不因人廢言 我們先看人民的需求 決定我們應該做什麼事情 那要完全嗎 那要完全嗎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當然黨團是一個大的家庭的概念 可是個別的立法委員 一定也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 所以未來如果真的有跟黨團意見不同的地方 那我還是會積極的來表述 我所感受到的民意是如何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進步